欢迎大家来到柳琴考级分钟课堂 我是申依然 我们继续往下 这一句也是频繁运用到了过弦 让这个三弦和四弦的音成为主旋律 而我们的这个音弦呢 进行一个伴奏性的旋律 这里要注意 我们所有M的音 要进行一个保留值 让我们的旋律性连贯起来 要把这个 M的音突出 而我们空弦的音呢 可以稍微减弱一些 这里也出现了一个泛音 我们这里呢 因为速度较快 我们要迅速找好泛音的位置 然后 搭配右手 这里的泛音呢 也是需要我们左手迅速抬起 如果一直按在弦上的话 这样就会影响我们 音弦空弦的发音 所以这里泛音的技巧 一定要熟练地掌握清楚 我们往下 这一句就是我们结尾高潮的部分 那我们从这一句开始也是 运用到了这个双弦弹的和弦搭配 大家在找和弦的时候 一定要迅速地换音 把所有的和弦 迅速准确地按下去 我们下一句的话 出现了扫弦和弹调的搭配 注意这里 我们扫弦的时候 出手速度一定要快 然后扫完之后 紧接着去衔接条 这里和调的衔接 不可以出现中间有空隙 这里我们有一个扫加轮 然后我们可以在铺面上发现 这个兜的上面有一个弯曲的 像一个眉毛眼睛的这样一个符号 这里是我们延长记号 所以说这里我们可以把轮去延长两拍 都要轮两拍 大家可以发现最后这一句的话 频繁地运用到了扫弦 那么这里我们这个整体的情绪 和手上的力度 也要同时强烈一点 那么这就是我们小猫钓鱼 这首二级烤级曲目 大家在演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首曲子的欢快性 要把所有的音符弹得有趣味性 有跳跃感 这样就是一首非常活泼 生动的乐曲了 小猫钓鱼 小猫钓鱼 小猫钓鲼 小猫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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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